张伯芝三胎生父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民 近日有媒体爆料 南方在张伯芝生下三胎之前就已经将其抛弃 南方是一个大富豪 有老婆也有孩子 他曾经许诺张伯芝会和现任离婚的 还答应送给张伯芝一栋大房子作为奖励 但就在说的天花乱坠之后 我得个乖乖就再也找不到人了 张伯芝即便使用威胁的手段也是没用的 因为南方有老婆和孩子 而且还是好几个孩子 所以三胎儿子对于南方来说好像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所幸张伯芝就自己一个人带领小王子生活 更有媒体爆料称 这位富豪的太太正在找张伯芝的麻烦 在张伯芝生三胎的时候 南方根本就没有现身 来慰问张伯芝的更是没有 在她生下三胎之后 富豪的妈妈也就是所谓的婆婆 带着自己熬的周前去看望张伯芝 让她气不成声 翻来覆去的张伯芝也不愿意再提起三胎的生父这件事 不过张伯芝看着非常的坚强 不需要任何人 自己都可以将两个大儿子养好 已经有经验的她 再养三胎小王子也一定不成问题的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 挥手往昔云烟 张伯芝未免也太辛苦了 一个女人但凡有依靠 谁还愿意这么的拼命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